吃葡萄的时候不要只用盐跟面粉清洗 等于是泥土重乱 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淑梁 中秋即将来临的时候 也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 而这个时候的葡萄也是最便宜最甘甜的时候 葡萄的营养非常丰富 里面含有大量的维松素C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吃 葡萄虽然好吃 可是兴起葡萄也是一件麻烦的事 如今的老果龙在种植葡萄的时候 为了避免一些虫卵鸟类 时不时都会往葡萄上面 喷洒一些农药、化肥 还有很多商家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息 也会在上面喷洒一些防护剂 所以葡萄上面多多少少都会挂着一些农药残油 相信很多宝宝在吃葡萄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水稍微松洗一下 就马上开吃 其实葡萄这样子清洗起来是远远不够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清洗葡萄的一些小方法 好了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跟着视频一起进来了解了解吧 有些葡萄的奖项特别的独特 它是一算算紧挨着长 非常非常的密集 如果你总算拿起来清水新洗的话 那是新洗不干净的 葡萄绿中有一些很小的秘方 这些放弃中特别容易卡住一些虫卵、细菌 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些果粒给它分开 然后再用剪刀像这样子一粒一粒的给它剪下来 不过记住在剪葡萄的时候一定要留上一小段的这个果饼 看到这里相信有很多人都觉得说特别麻烦 干脆直接用手把它施舍下来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扭下来之后 所有的果皮都会破损 造成里面的所有果肉直接漏出来 果肉漏出来之后 这样子我们在新洗的时候就会被二世污染 而正确的方法就是先用剪刀一粒一粒的把它剪下来 视频看一半欢迎点个赞 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支持都是我先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葡萄甘甜多汁 里面还含有多量的多糖还有这个果酸 它是属于平性水果既不属于良性也不属于热性 在这干燥的季节里 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葡萄 既可以补生水分而且还能补生维生素 所有的葡萄全部处理好之后 跟着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面粉 然后再来一勺小苏打 跟着再往里面倒入数量90年的薪水 然后下手直接将葡萄给它淘洗一下 捉拌捉拌 加入面粉有着一个很强的气候能力 它可以把葡萄里面的这些灰尘虫乱 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就这样子不停的给它揉刷 清洗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啊看一下 这时候葡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 全部都被吸护出来啦 特别的浑浊 第一遍清洗好之后 我们再次给它倒入新水中 再次简单的给它清洗一遍 第二遍清洗好之后呢 把水倒掉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加入5克的食盐 10克的小苏打 食盐呢有着一个杀金消毒的作用 而小苏打是减轻的 它可以把葡萄表面的农药残留 全部给它吸护出来 用上你漂亮的双手给它揉刷几下 然后给它放一边浸泡10分钟 就这样子不停的给它多清洗几遍 一直给它清洗到里面的水特色为止 清洗干净之后呢 直接把它捞出来 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被晕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数量50年的凉白开 就这样子简单的再次给它清洗一遍 记住这一步呢 一定要用上凉白开或者谷紧水哦 切记切记不要用自来水 这样子可以防止肠胃不好 或者小宝宝们吃得容易拉肚子 看一下 葡萄用这个方法给它清洗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把葡萄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装入盘中被晕 葡萄这样子给它清洗之后 给它保存15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里面的这些葡萄呢 吃起来呢也是特别的新鲜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些葡萄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特别好吃的美食 接下来呢我们再准备一把小小刀 然后在葡萄的上面给它划个十字刀 跟着再用手这样子轻轻一压一捏 里面的果肉跟果皮就自然脱落分开啦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记住这个葡萄皮它含有非常豐富的花心薯 接下来我们再将瓜皮还有瓜肉全部给它分开装 接下来我们先简单刷上电源 然后再往瓜中倒入数量的五锦水 接着我们再往瓜中倒入提前准备好的葡萄皮 然后再简单按个工龙键把水给它煮开 这个工龙键呢有煮炖蒸烹饪多工龙都有 特别的方便好用 然后扣上盖子之后呢把火给它煮开 刷到这个锅我奶奶简直爱不释手 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实用起来呢 不仅简单方便而且还非常好用 就这样子慢慢的将里面的葡萄颜色 全部给它煮出来 颜色熬出来之后呢 再把里面的瓜皮给它撈出来扔掉不要 接着我们再往瓜中倒入数量的白凉粉 就这样子边倒边搅拌 把白凉粉全部给它搅拌融化 下面我们以500克为例 500克的水要加入50克的白凉粉 大火煮开之后就可以关掉花园 然后再将里面的这些汤汁全部给它倒入盘中 瓜肉中 就这样子轻轻的给它倒进来之后 然后把它拿到一个阴凉通光的地方 让它自然凉谢 最后再撒入一小把的白糖 然后给它放一边备孕 又这样子大概30分钟左右就已经定型凝固了 哇这颜值看起来就太有实意了 QQ弹弹的轻轻爽爽 就这样子一道简单的葡萄果冻就做好啦 跟着把它倒扣在案板上 切上几刀 切上你喜欢的样子就可以每每开吃啦 以后吃完葡萄 葡萄皮就不要扔掉啦 可以试试这个新做法 真的是特别的营养又美味哦 自己在家做 简单方便 而且卫生又干净 以后小孩子想吃果冻的话 不用再去外面买啦 就这样子在家简单5分钟 就可以做上好几份 想吃哪种口味就做哪种口味 非常的简单方便 如果家里有牛奶的话 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牛奶 这样子搭配起来更加的营养美味哦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庄话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整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